所以,关键就在于有摩擦跟没有摩擦的时间 那我马上可以把它写出来 所以怎么说呢,第一个,如果是光滑的话 它就怎么样 1 2分之1 G sin T平方 我们用T0平方 等于L 所以马上可以求出T0 应该等于2L 所以马上就把C选项求出来 那如果有摩擦的话 最好 有摩擦的话变化 最好 sorry 好,那如果有摩擦的话叻 来处理一下 我每次写这种最讨厌写摩擦这两个字 笔话超多 你真的怎么偷懒啊 这样你的中文字怎么会进步呢 好啦,好主意 没错 好,就等于1 2分之1 怎么样 注意哦,你看我用这一招 就变到 i1 好 变到Sign 注意哦,记得吗 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 Sign怎么样 你在干嘛 哦,自动储存 没有啊,自动储存要花一点时间 为什么感觉你蛮开心的 好 给他时间冷静一下 好,那刚刚讲过了 就向上的话 是G的怎么样 Sign加μs 那下滑的话 是G的Sign-μs 差别在这里 好 所以这边就是Sign 成完了 Sign-μs 好,记得哦 这样会稍微快一点 好,可以吗 好 所以呢 我也求出来 T就等于 应该等于呢 好 这一拓会稍微 复杂一点 就等于 G的怎么样 Sign-μcos 分之怎么样 2L 好 这其实类似 好 所以刚刚 哦,这B也知道了 好 A也知道了 好 好 那所以 这时候咧 它说T除以T0 T0除以T 好 那就 很明显的 就是上下滑子一消 你就发现 其实怎么样 还OK 就等一段 根号 你看到其实就怎么样 就剩下是 Sign分之怎么样 Sign-μcos 好 其实也还好 好 好 那结果咧 就等于多少 就等于呢 根号的怎么样 E-μcos OK 所以这个也对 好 所以答案就选E了 E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ABCD都对 所以选E 好 我以你自己算一下 它一向之后 它就是Cortengen 跟Tangent的差别而已 好 OK 好,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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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